現在要來看鄉上 你在七年前 沒有啊 那個鑰匙孔的很多啊 再往前是用鑰匙孔 再往後也是鑰匙孔 只有你們能上啊 我想上他不讓我上 這個是法規規定 要有證照 連蘇經理都不能進去 他有冷氣 這就是你們就這樣拍 頭不要伸進去 你可以拍 就是我講 你看他每一個什麼 開關什麼就是 現在2比1就是這樣繞 沒有 這邊有一個吊輪 這樣吊輪這樣繞 然後繞到後面去 大概知道了 我們講重點 重點就是我們講的鬼大 這邊是油浮 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這個油 冬天的時候會太硬 那個白色的 有四個油浮 就是四根鬼大 那這個就是電梯晃動的主要原因 現在你覺得是最原因 目前是 他蓋子為什麼不蓋起來 你這樣的話不要弄 那蓋子有時候會刮到有聲音 因為你們最近一直反應有聲音 我們把它稍微打開 蓋子還會刮到 那個是 那個刷子 我們要做潤滑 那邊有放一個松香水 還有軌道油 然後再順便給你解釋一下 最上面這些開關就是極限開關 防止電力爆衝 你先看一下 這邊一顆 兩顆 三顆 下面這邊還有一顆 總共應該有四顆 就是極限開關 就是防止電力爆衝 這只有最R樓跟那個B4 最低樓 最高樓 這叫做極限開關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我手電筒照的就是極限開關 極限開關 就是防止電力爆衝上去 對對對 最上面跟下面都有 那你叫他們relate 我們那個祭司每天都講relate relate不是這個 這個是這個純開關 relate的話應該是別的 這個叫switch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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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冷氣 這是東元的冷氣 車上面不是有一個一按 也是全停的那個 不是 我們是用這邊開關 我們這邊有三道開關 插座的那裡 插座旁邊我們有裝開關 那我們就是給我們保養人員使用的 車子上一按 對 我們是用切換的 來 蘇芸要不要上去坐一下 不行啦 明天跑上就好 你不能進去 要不要進去 我說如果你們打五折我就下去了 對對對 那這個是強迫器 這個白色的 那個委員 這邊 這個白色的 因為你們裝好多東西 這個白色的強迫器 不是我們的產品 對 那我先跟你報告說 為什麼有時候你們會發現到說 上面會有一些顯示 很奇怪的那個顯示 比如說上面會顯示 有手機訊號的強迫器 對對對 那就是因為 電梯這邊有很多那個 深色 那個 那因為 因為它上面有很多那個 遠熊 就是你們 裝很多那個 一些其他設備 它會干擾到 電器干擾 他們 他們 真的都要這樣 就每天就做這些 不是每天啊 不過你們真的 每次保養的時候 這些 真的覺得要換 其實齁 跟委員報告齁 其實安全我們比你還怕 出了安全問題 我們兩個都要 我們在裡面工作耶 安全出問題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自己的安全 都會出問題 你說安全我們比你還怕 其實 其實我很相信安全 你們一定是把我們 維護得很好 對對對 舒適感的話 我們就是 舒適感的話 就是我們 我們主任有答應 你們在4月15號以前 解決 好 那個就是導滑器 油浮下面的導滑器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上次換的那個導滑器在哪裡 沒有 導滑片 導滑片 就在那個導滑器 在附近你那裡 那現在看得到嗎 看不到 那個要拆開來 導滑器裡面 上面油浮要拆掉 然後那個要放鬆 那個要拆開 鎖在那個裡面 對 鎖在那個軌道的中間 它有三片 以前沒有冷氣 以前沒有裝冷氣 以前的電梯 現在才有 對啊 沒有 看社區需求 你們這豪宅才有冷氣 所以即使停電的時候 它 電梯本來就不能用啊 停電 也沒有發電機 可是我們有緊急發電機 那你們發電機它要有一個切換 它要有一個離去時間差 OK 所以它其實也蠻複雜 那些電線啊 我以前居然會弄 我以前居然會弄 我現在不會弄 不是 它 這簡單來講 這邊是叫 這一側的 你現在看不到 活動電纜在下面看 這邊是固定電纜 現在有分固定改革 活動電纜 跟著車廂走 那個要在鄉下看 那個我們可以到機坑的時候 我打開給你們看 看什麼叫做活動電纜 我們在B4的時候 我們在看機坑 我們機坑可以給你解釋 我們電梯想要到B4 然後運氣停在B3 那我就可以用手電筒 上那個活動電纜的結構給你看 好 它現在因為為什麼會等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切換了以後 它要等 然後它要拿 稍微有一點時間差 那個 它要充 電容器要充電 它要有一點時間差 請問一下 像這個鋼板有三排 可以嗎